我李日刘比佳台北报道 国人一起享受福利的话 那么他们所捡的小的健保费 那么是不是也应该一概而论 就是一同视之 不过监督健保联盟今天就痛批了 他们说政府对国人反国就医 现在都还有门槛 那么却在这个饼都不够吃的时间点上 还让更多的人来进行分享 那数字当然会一直亏损下去 现在看起来这个措施根本不合理 总统之间的讲的话 我不需要再这么引述 我觉得他非常支持全民健保 拉高分配杨志良有长官撑腰 最近对于健保动作越来越大 但镜头前拼命喊穷 说健保费不得不涨 台面下健保局网站上却赫然发现 政府悄悄放宽大陆人士 以探亲为由来台 只要居住满四个月 就可以用眷属身份 衣服被保险人投保 换言之享受的福利 跟台湾人一模一样 反国富保就医的这些台湾的民众 我们甚至都要求 他们要有四个月的这个等待期 避免他们回国就医 就是为了滥用健保资源 相对引起在国内民众的这种 看诊不公平性的议题 可是你现在看大陆人士的 这个放宽规定 我们竟然并没有比反国 富保就医的民众更为严格 问题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看看现有港澳及大陆人士来台 一青投资或学术交流的人数 扣掉学生总共1.6万 而号称有特殊专长的白领阶级 总数9000 竟然高达5000 使用最低基本工资纳保 还有人一青是投靠低收入户 这部分也有将近400人 这还没有排除 患重病者 养子女人数也不受限 在台湾饼不够吃的前提下 显得更不合理 看看台湾人 就算富美一青 也无法获得健保照顾 马政府却对大陆 广开方便之门 健保涨价谁受贿 这个黑洞恐怕得先跟国人说明 三里新闻的日刘炳嘉台北报道 好 今天国序新闻 带你看看这些人很奇怪 高手天网老虎女